部長,我也同意你這個說法 第一個就是說其實現在船員很難找,年輕人不太願意 那如果身體狀況很好的話,其實65歲繼續工作也沒有什麼不可 但是這兩個條文裡面都有一些出入 比如說黃昭順委員他是先把除受監護及輔助宣告之船員 然後年滿65歲者,這個除就是說這些人除外 然後年滿65歲者身體才會不堪生任者 這兩層的意義不一樣 這好像是說監護及這個不受 不在這個需要得命令退休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字等一下稍微要順一下 市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你來說明一下,那麼得命令退休這個我是同意的啦 OK 好,委員好,我想原來的條文 他是連滿65歲的退休船員 他有兩個要件之後 他就可以得受護支 那第一個就是他領有有效外國傳染職業證書跟資格文件 不是不是,那第二個是 後面這個我不管 那個外國傳染,現在我們就是比照外國傳染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說他要 前半段的文字修正的這個部分 原條文就是因為這兩個 第二個就是受外國傳染僱用人僱用 那我們修正條文就把這兩個劃掉 可是我要講的是前面,前面的文字他不一樣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徐超平委員他原則上是沒有沒有受影響 他只是把後面的外國傳染 把他等同於台灣的沒有把他納進來 但是這個傳染年滿65歲 在我們原先這個受監護輔助宣告 這個應強迫對不對 但是現在他是 防通信委員他是說除受監護及輔助宣告之傳染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他沒有寫年齡喔 這個沒有寫年齡 他沒有先把年齡65歲先限制在前面 這個修法的法務單位 要等一下在修法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兩層意義我想 然後再來是年滿65歲或身體殘廢不關的命令 那這個部分是監護跟輔助宣告之傳染 這個是不受65歲的限制的 因為他把65歲是拿到後面 不在第一個文字上面就開始定義 所以他這個有一點跟滿65歲退休是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是監護及輔導宣告的 都可以宣告他退休 但是他是不是符合退休的條例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文字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能把這個文字稍微碎一下 原則上我是同意這樣的一個修正 OK好謝謝 來部長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那個審查台灣港務公司設置條例的這個第九條裡面 那這個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因為你一定要讓我們整個過去就是的這種管理辦法整個鬆綁 但是這個港務公司如果變成一個民間的這個民法上的公司組織的話 他就是等於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一般公司 那其他的在這個港務單位裡面經營碼頭 或裝卸業務的這些也都是什麼裝貨的等等之類的 他也算是盈利事業 那同樣都是盈利事業 但是呢到最後呢這些單位卻要被這個公司 這個港務公司來管理 那這樣會不會有這個球員兼裁判的這個行為 我想那個是合約上的關係啦 對 那就是說合約上 他也可以外包任何公司也可以把他的業務外包啊 他們現在就擔心就是說 因為這個部分啊其實 港務公司其實是雖然是轉為公司形式 但是實際上他是掌握絕大多數的公共財 這個整個整個港務的營運 我現在提的就是說 這些其他的相關單位的公司呢 他們會擔心 你就是跟我們一樣 這個在做營運的 可是你又可以怎麼樣 決定要不要來跟我們簽約的問題 那這個權責上面呢 會不會受影響 我想這個事實上來說明一下 目前有安排了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未來這些港務的經營業者 跟港公司是一個夥伴關係 那現有的合約會寄售 那 沒有錯 沒有錯 如果是夥伴就好了 但是萬一他不 他只求他 他只選他自己要的夥伴 其他的人 用各種方式去排除的時候 他這個部分已經變成完全以營利為目的了 但是他使用的卻全部都是公共財 這個你們要稍微思考一下他的公平性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爭執著 因為這個法一定下去的時候 他就是形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一樣都是都是這個公司的組織 所以他可是他因為有公共財的關係 他握有絕對的選擇權 所以在這些其他的相附 相關的單位的部分 他們變成怎麼樣 被選擇的 但同樣的他們也都是屬於 私人公司組織的形態 所以很顯然 一旦他這個變成一個港務公司 他就就具有這個所謂求援兼裁判的 因為最後的決定權在他手中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要特別 沿你一套一個公平的機制 讓他們可以去運轉 好不好 這個在這個公司組織法裡面 基本上在民法上 他是這樣組織沒有錯 但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你這個港務公司是握有絕對的 這個公共財的這樣的一個權責 這個將來在我們機場公司裡面 也會呈現類似的情形 所以我認為 將來航空城裡面 也會有類似的情形 你講得很好聽說 他們是夥伴關係沒有錯 但是誰是夥伴 誰是敵人 就由他來決定了 是這樣的問題存在 好不好 來部長我還有一個問題 首先我們很高興 兩岸直航以後真的帶動很多的商機 但是也會呈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現在中南部地區的機場 都在抱怨 好像所有的 這個主要的 大陸的主要城市 所有都集中在 松山跟這個 桃園 國際機場 所以呢 這個高雄的這個機場 這個他們的觀光局 也在抗議 就是說 緊接著呢 就是 就是 部長你確定7月1號 就自由行會開放嗎 確定嗎 我想這部分是要兩岸來談的 這個這個沒有辦法 單方面說是幾號 但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因為很快就要到了 7月1號很快就要到了 我想當然我們希望越快越好 還有一些事項兩邊要談 這個我們是 我們是非常非常這個樂觀齊成 而且希望能夠盡快 但是我們的準備工作也要做好 那因為自由行他本身不具有一個團體的一個形式 他就是散客 對 散落 但是這個部分我要提醒說 年底我們要選舉了 所以這個敏感的時刻 請部長一定要 一定要非常小心 如果說有一些政黨 要藉由這個 這樣的兩岸的這個特殊微妙的關係 來操作的時候 那這些散客正好是他們很好去下手的地方 所以這些人的安危 言行 還有就是說 他們到台灣來以後 他們這個出入地點的這個形態 跟我們整個未來選舉期間的所有的選舉的各項活動 這個部分呢 你有什麼辦法呢 不讓他產生一些微妙的政治發酵 然後演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這個政治形態 會不會 你有沒有思考到這些問題 我想這一部分絕對不是交通部一個部會可以來處理 這一定是 因為像各國的各國到台灣來的散客 像我們去年台灣全部有五百五百五十六萬 將近五百六十萬的這個觀光客 所以一半以上都是散客 那這一半以上的散客 基本上大概都不是觀光局所能夠 所能夠 所以部長這個部分 所以這是相關的部會 治安等等這些相關的這個部會 大家一起要來做的事情 這個部分第一時間一定是跟觀光進出有關係 所以我是覺得在開放這個散客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不是大陸的 因為他還沒有正式 所以將來 因為其他的國家的這個散客都OK的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多會引起大家 會去挑撥或者去製造一些沒有必要的這個事端的對象 但是陸客來的時候就不是那麼單純 所以我是覺得盡早在我們如果說真的要準備做這個開放的動作的時候 兩岸之間就這個議題上面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 免得到時候出狀況的時候 那本來不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變成到最後必須要大家整個這個政府必須跳出來做對立 這個就很可怕了 這個很難講說 這是一個跨部會大家一起要來做的事情 對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部長在這個節骨眼上要先做好一個準備工作 因為我們不去設想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是會很高的 那麼如果說集體性的話都還比較好約束 因為他會有一個基本的一個這個集體行動 但是閃客的這部分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除了他安全還有就是說在整個未來的這個景點的這個區塊裡面 他們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問題 請部長跟其他的部會一定要及早設想好免得出狀況 另外就是說剛剛講到中南部地區 也希望來爭取 其實我是 我倒是建議 他們這些地區 我也都走了幾個地方 我發現 其實陸客不是不想去 而是他們沒有把一些連結性的 就是連續性的這些景點變成一個帶狀的一個旅遊區把它帶出來 那包括這個港區的特色還有它的人文藝術的這個推廣都不夠 我是建議這個觀光局在中南部地區 尤其中南部地區他們其他的發展都比較受限 那旅遊反而是他們比較處女地的這個區塊 我希望這個部分中央應該要引導他們朝這個方向來 我想簡單跟委員這樣報告 以團進團出的陸客來講 事實上他是全台灣繞島環島而行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事實上他反而是每一個縣市 一些比較著名的地方他都會去 所以在陸客來講大概超過70%的人 他你去調查的話70%的陸客 他都會去六合夜市 所以換言之就是說 不管他是從松山進 從這個桃園進來 從任何其他地方進 甚至從花蓮進來 他都會去的 全省幾個地方都會去的 那至於說要再更深入一層 那這個當然要假以十日 另外就是在這個松山跟桃園之外 事實上我們也用了很多的辦法 我們要求就是說 兩岸的這個班機能夠降落到 像花蓮台東還有台中 馬宮這些地方 那這些天我們現在 就是用開放包機的方式 一個月五十班 我們過去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先開始啟動 這一部分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飛機的這個 兩岸飛機的降落 所以這一部分 基本上也有它一定的成效在那個地方了 至於說將來要從包機變為班機 這個大概就是說 這個我們再往前再來推 我的時間都被你用完了 抱歉 沒有關係 你有注意到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中南部地區的美景也能夠 但是他們總是只是繞過而已 真正居住的地方 就是說第一個降落的地方 這個是他們很在乎的 你降落以後很可能也會移動 高雄台南這個這個台中 事實上這個路客住的比例很高啊 那個飯店這個路客住的比例很高的了 好 那其他的部分我想 我就不再多談 因為時間到了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一月組是嗎 我們有通知嗎 好 一月組 我們這個團員法是基本法 那一月法是特別的 我們這個是補銷的 他們來 來 誰啊 類似是由他們決定的 請他們收益一下 好嗎 請教他們 那個 請教他們 我要問到一月組 因為我的選手有 有關係嗎 好 領航員跟一月組有關係嗎 因為這個